好 下面我们来讲这个防火墙 我们先聊聊防火墙是什么 防火墙的 经典的三种分类 什么是防火墙啊 防火墙是一个连接两个或多个网络区域 并且基于策略限制区间流量的设备 我们这张生活中就有防火墙 说过 你能看看很多楼里面都有防火墙 那真就是防火的 真就是一面墙 他 解决一个 问题 就是 防止 威胁 火 从一个区域 蔓延到另外一个区域 我们生活当中的威胁就是火 他就防火 防威胁 从一个区域 蔓延到另外一个区域 实现了一个区域的隔离和控制 对吧 网络防火墙基本上就这个作用 首先他分隔区域 内部区域 外部区域 甚至后面DMC区域 分区域 然后呢在区域间 做 防控控制 来控制 威胁 从一个区域 蔓延到另外一个区域 OK 好 区域 那好 内部区域 外部区域 但是思科是管这么说啊 思科喜欢说 Inside Outside 就是思科套路 思科喜欢说Inside Outside 思科 爱这么玩 爱这么说 你要看思科 但是Inside Outside基本上就是思科说说这个概念好吧 但是其他厂商呢 更多的 那种基于区域的防火墙的话 那更多的是 Trust UnTrust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信任 信任就是内部嘛 咱们家的 信任的 UnTrust就是外面嘛 就是不信任的 所以说呢 经典的两个吧 思科的Inside Outside 还有很多厂商的Trust UnTrust 反而以实力懂 就是Inside Trust 就是咱们家内部的 我们家的 我们信任的 我们内部的 Outside UnTrust 就是 不是我们家的 外面的 不可信的 他们来的都应该管控的 好吧 两个 除了这两个经典的 这个区域以外 那么 我们需要一个DMZ区域 你会发现 除了Inside Outside 基本上就 其他经常管 管车玩意叫DMZ 什么叫DMZ呢 非军事化区域 那么在生活当中 也存在 非军事化区域 比如说我们的 就是 南韩 北朝鲜 中间 那个三八线 是非军事化区域 对 三八线 不是一条线 好吧 是一个 有 好像有几十公里 反正 反正知道有十公里以上 反正 我就说不清楚了 反正 是一个 很宽阔的一个隔离区域 不是一根线 不是一根线 它有一个 众深 好吧 我觉得好像 这有十多公里的 一个众深的 一个隔离区域 那么 另一个区域 那个三八线 那个众深 就是那个区域 就叫DMZ 有时候你看新闻 看那个板门店 那个 那个 他 他有个照片 你看后面那个 那个好像上面就就画了一个DMZ 非军事化区域 好吧 他就是来做 军事隔离用的 或者说应该叫军事隔离 或者叫军事缓送带 军事缓送带 好 那么 这个东西跟我们网络上面的这个DMZ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名字都是一样的 好好写这下 如果说没有第三个接口 如果说你只有内部和外部的话 问题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台服务器 对 是对外提供服务的服务器 比如说 我们公司的网站 我们公司的网站 比如说我们公司内部 搭了一个网站 然后对外 我们提供服务 那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公司的服务器 那么他需要对外提供服务 外面的客户呢 要访问我们的服务器 这个时候 那既然有两个接口嘛 那你也就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呢 就把防火墙放到外面 还有一种选择呢 就防火墙放在里面 两个都不好 为什么呢 放在外面当然不好了 没人管他了 就防火墙就是 就是就是 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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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着黑客在揍他 防火墙都打得好 打得好 就是一点也不帮忙 你说这个合理吗 对吧 就是完全不帮忙 就是让他被揍 不管他 这不合理 好 那说那那那不行 放里边呗 那我管他 我防火墙 我我我我 我留逼我我 我抵御攻击 我管他行不行 这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毕竟是对外提供服务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必然要放心原始 any目的到这个服务器的 80端口 比如说 你得放吧 端端要放啊 他是对外提供服务的 他里面公司的公网服务器啊 人都得来啊 你不能说不允许别人来 不允许来 那那就不要服务器了 是吧 好 只要你把流浪放了 那么这个服务器就有可能有漏洞 有可能有应用级的漏洞 也就是说就算你只开个80端口 那也会被搞垮的那种漏洞 那这个时候 一旦他把这个服务器给攻击掉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机器被他控制了 明天我就会给你讲 这个攻击怎么做的 好吧 他被控制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以这个机器为跳板 往里面发起攻击 注意他现在已经在里面了 只要他被攻击掉 只要他被控制了 他再往里面去攻击的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设备能管得了他了 至少防火墙 你管不了他了 这个也有安全隐患 因为只要开放 他就有可能被干掉 一旦被干掉被控制 他再往内部发起攻击的时候呢 就已经没有任何人管得了他了 所以说这个也不行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一个非军事化区域 我们需要一个DMZ区域 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缓冲区域 那么有两种DMZ的方案 看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了 安全呢 你可以认为更像是个装修 其实你多少钱你就扔得进去 你想省钱呢 也有很省钱的办法 所以呢 到底应该用双层防火墙和三接口 其实跟你的钱有关系 你如果你们公司就是不在乎钱 咱就是有钱 别说两层防火墙 三层防火墙都可以 而且三层防火墙 还是个经典的设计 好吧 就说咱们先做两层防火墙吧 就说呢 有钱 那里应该用两层防火墙 外面一层呢 比如说用 帕老头的 里面这层防火墙呢 比如说用四个的firepower的 好吧 最好呢 还是两个不同厂商的防火墙 用双层防火墙 我现在不是在聊吗 我现在在聊啊 我现在跟你讲啊 没讲完啊 好 两个防火墙啊 外面是帕老头的 里面是这个 是科的 好吧 好 这样啊 中间这个区域 它就叫DMJ 这个就叫DMJ 好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双层防火墙好用 有用处 这样啊 你这对外提供服务的设备 你就扔这个DMJ去 里面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可兴趣 人家防火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我第一次防火墙 我努力 我保护你 我尽力 我最大的能力 我要保护你的服务器 我努力 我防御 我抵御 但是呢 可能你再努力呢 他妈也不行 也不行啊 就是黑客总有办法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服务器就被搞掉了 好吧 那搞掉了 没有问题 搞掉了 相当于这个区域 这个安全缓冲区域 这个军事缓冲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就算失守了 对吧 失守了 没有问题啊 就就就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这个是很危险的 那么我们 我们我们可以接受啊 这个区域就完蛋 就就完了 控制了啊 但是呢 你指望用这个地方 往里边发起攻击 不行 还有个防火墙在这 啊 就说你再往里边 怎么不行啊 这个防火墙在这卡着的 你就根本就进不去 可以解释吗 这是第二道防火墙的作用 就是中间就叫做 军事缓冲区 安全缓冲区 就说呢 实在不行 在就 你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我这 我们打仗嘛 都两道城墙 对吧 我第一道城墙 我那拼了命 我给你 我给你干 我怎么干不应 我说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跑 第一层不要了 我们跑到内城墙 我们在内城墙 我们继续在抵抗 可以解释吗 这个中间这个区域 就是叫DMC区域 可以解释啊 就是呃 我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服务器很危险 这个服务器随时都有可能被干掉 那么 但是呢 就算干掉 那么只能说第一道防线被突破 那么我们依然有第二道防线 能防止由这个区域往里面攻击 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需要不同厂商呢 因为既然他能搞掉第一道墙 他也有可能通过 腔的办法能搞到 搞掉第二道墙 所以说我们两套墙 最好它是不一样的 好吧 而且最经典的是 是六墙 大家别说是双墙 是六墙 最经典的画法应该是这样 最经典的六墙 六墙啊 最经典的啊 最经典的六墙啊 是这样啊 这是一个DMG区域 这是一个区域 最后一个区域 分别放什么呢 放外部服务器 比如说Nginx 或者拉帕奇吧 你们懂啊 好 第二个呢 放APP 比如说像我Python经常讲的Jungle 反而APP APP里写的一些APP 一些应用 好吧 好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是DB 就是数据库 比如说MySeq 可以理解 就是经典的三层墙 第一层墙 保护外部服务器 第二层墙 保护我们的应用 第三层墙 保护DB 为什么两个高可用性 好吧 最近的就这样啊 就是这个区 就是这个 这个中间的区域是DMG 这个区域 看得见我属掉啊 这个区DMG DMG 里面是inside 就是为什么就是需要两层墙 当然还有三层墙啊 这三层墙 好吧 对 一对一对的 就是最好一对一对 普通厂商会比较好一些 这是一个更加经典的设计 就是六个墙 这是建的最多的啊 其实其实建的最多是六个墙 好吧 我这个双个墙 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最经典的六墙 六墙 这个东西啊 我们这个 这个区域就叫DMG DMG就是说 哎呀就是放服务器的 就是反正就是可能这就就完蛋 就就攻击就崩溃 这个区域就完蛋 但是就算完蛋 也没问题 我们还有一道保护来保护我们内部 就这种好 有钱你就这么干 有钱你就你就三层防火墙 好吧 当然呢也有那种 哎呀这这这太贵了 这这买这种防火墙干嘛太贵了啊 能不能省点钱呢 有也行也凑合 它也行 就是三接口 就说呢 我们尽力的保护 由外部接口到DMG 这个这这也算这个区域 这这这也叫DMG去 这也叫DMG去啊 我们尽量保护啊 保护保护啊 努力努力啊 我们要保护它啊 这个区域 当然了也有可能还是不行啊 又崩了啊 这个DMG又崩了啊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严格的管控 绝对不允许 源自于DMG往里面的流量 就是给这这本本不可能啊 就是完全把这条线路给封死 那么这个呢 也叫做三接口的DMG 这也叫DMG 这也行 当然了这肯定没有这个安全 这一个防火墙 好吧 但是这个没问题 就是省钱也能这么干 而且经常这么设计 其实很多时候 企业极强 就是这种东西吧 一般来说是 大客户 大客户 大公司 好吧 这种经常会这么玩 但是一般小企业 像我们公司 你看 你看我们的设计 你看我们的设计 这个是外部 这是内部 这就是DMG 你看这个就是经典设计 DMG 就是放我们的服务器 你看我三接口吧 我没玩那个什么两张墙 就没有 就一个防火墙 这有DMG去 给你解 这有DMG去 我们这个政客里面会讲高可用性 当然NA就不讲那些东西 NA就一个防火墙 好吧 就没有高可用性了 这就是DMG去 NA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了解产品 它放在什么地方 应该怎么上 怎么放 怎么设计 怎么设计 可能更为重要一些 好吧 这依然是DMG 这没问题 只是这个 肯定你有钱就来下面 你没钱 你让省点钱 你就上面这个 这都没问题 好吧 肯定下面高级 给钱给的多 在那高级 你当然也麻烦 配起来也麻烦得多 OK DMG 好 再看 DMG除了放防火墙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看今天重点 你不要认为 有些人认为就是 我得把得的那些东西 不算客 开始那个很重要 很多我跟你讲 很多人就爱听我那第一段 好吧 我们再看这一段 那么DMG去除了放服务器 还能放什么呢 你看我这个设计 其实就是我们明天 这个实验的设计 还可以放VPN VPN设备 也是另外一个经典的 一个设计元素 DMG去放VPN 也是非常正常的 为什么呢 我解释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 你说VPN怎么放 VPN如果这么放 就是加密流量这么来 然后解密流量直接走 往里面去 这个不合理 为啥呢 因为什么叫防火墙 防火墙是区域隔离 区域管控 从一个不安全区域 来的流量 到一个安全区域 一定要过防火墙 那你想想啊 你的VPN 你明显是从一个 不安全区域来的流量 然后呢 你居然就直接 在不过防火墙的情况下 你直接送到里面了 这种设计就违背了 就违背了这个设计 你把防火墙放哪去了 防火墙就管你在这儿呢 你从一个不安全 到一个安全 你应该过防火墙 你咋就直接放过去了呢 我防火墙不管了吗 对吧 所以说这种设计 是一个经典的错误设计 这绝对不行啊 所以说 你的危险流量 加密流量 进到这儿 当然了 这个流量 也过防火墙 它也行 但是呢 由于是加密流量 过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好吧 你过了 你能怎么递呢 你能把加密流量怎么递呢 对吧 所以加密流量应该就是直接 就去微片设备 微片解灭了之后 明文流量 去往内部的 或者去往服务器的明文流量 你得过咱们的防火墙 防火墙给你控制一下 对吧 这个就是经典设计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明天那个课里面用到的一个设计 你看 这就是微片 看到吧 这个是个经典设计 注意啊 你不要认为 这不是 这重点 可重点了 这个东西 可重点了 可重点了 这是一个经典设计 我们NA可能更多的要学一些设计 好吧 这是个经典设计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经典设计 还给大家讲一个 其实在这个区域 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放的 因为我们这个可不讲 无线控制器 无线控制器 其实是另外一个 也是比较推荐的东西 就说 但是有些讲究的公司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无线接近来 他认为你微信接近来 这个这个这不可信 那么难道认为无线接近来就可信吗 很多公司可能也认为无线接近来 他也不可信 随着无线控制器来的流量 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防火墙来进到内部 这是一个 好吧 这这这也是一个套路 无线接近来的 还有一种设计 我再给你解释 还有一种 我也是跟无线有关的 可能讲无线有点复杂了 这样啊 就说这样啊 这无线就分为两种客户 两种客户啊 一种呢 是那种增强认证的 比如说DOTX 就是80 这个听过吗 802.EX 这我们NA不讲 MP讲 8.EX就说 你连用户 你连这个无线的时候 是要输用户密码的 甚至呢 你可能需要证书认证的 这种增强性认证的客户 这个呢 就算了 这个呢 你就直接进到我 就直接进吧 就直接来 就直接进 好吧 不是AX 就是X 好 AX你应该再说的一个无线标准 不是不是啊 就X 单一个X 好吧 没有X啊 就是 有一个增强认证 就是你拨无线需要用户密码 甚至需要证书认证 反而就是一个很高级的 一个无线认证技术 你觉得呢 这个就算了吧 这个认证都这么强了 这个我也就认你了 就无所谓了 就可以直接进到内部网络 就算了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可能你们公司有访客 访客呢 很简单 就跟辛巴克那样 辛巴克那样 那就是进来不是你们公司的 然后呢 我们一个网页认证 对吧 那这种人呢 基本上你要让他上网吧 你应该让他上网 是吧 这个时候呢 这种无线接近来的呢 你可以通过漫游技术 一般来说可以用漫游技术啊 这是无线的一些高级技术啊 漫游技术给他 给他把流量引到 一个位于DMZ的无线控制器 然后由这儿来上网 过防火墙 脑袋袋 然后过防火墙去上网 这也是一种无线的设计 反正就是你要知道 DMZ的三种经典设计 一个是放服务器 一个是放vp 一个是放风险 这是最近点的 好吧 这个这个标准啊 这个设计啊 而且呢 基本上我也会践行这种设计 当然无线 我这个不讲无线啊 当然我们有无线的课啊 我们有无线的课啊 就是这是一种经典的设计啊 就是我既然这么讲 那么你看我后面的课 就是按这么设计的 无线我这儿没有无线 所以就没有 没有无线的一个区域了啊 这个就是vpn设计 这是DMZ设计 好吧 这个设计很重要 就是这个设计是对的 你不要按照其他设计 其他设计就很奇怪了 不对了啊 好 说完了设计 我们继续聊 那么我们来聊防火墙的三种类型 fuse 又来 故意 18 媚 绝 娅